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有一個場景去形容人間戀獄的這句話 我想在回貫的那個事件 在台南殯儀館的那個停事間化妝室裡面 那是我這輩子覺得 那個地方是最貼近人間另於這一句話的一個情景 在那條長廊上,在那個化妝間裡 這邊有一群家屬在哭,這邊有一群家屬在認識 這邊甚至有王者的太太、孩子 暈倒了,我們還要去處置 那樣的情景,我們在當下其實根本 沒有過多的心思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在那個當下,我們根本不能讓我們手上的工作停下來 每一個人各司其職,誰做什麼工作 誰手上什麼時間要完成什麼樣的工作 你就是必須不斷的去趕進度 我們甚至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所以我們也沒時間去處理這些情緒 真的受不了 就是跑出去,跑到廁所哭一哭 洗個臉再回來 你還是得繼續面對你未完成的這些工作 那到後來,從台南撤退了之後 反而這些情緒會不斷的,包括到現在 還會不斷的,不定時的 突然湧上來 其實有時候我也不曉得要怎麼去處理這些情緒 或許 哭完 暫時壓抑住 我們還是要把它當成是我們的一個動力 或許這是我們自己認為它是動力 但是實際上它或許是一種悲悲 悲傷也不一定 尷尬 身體都是太多 尷尬 人妾 這個工作…其實是我人生… 認真來講這是我人生第一份正當的工作 也是我第一份職業 除了兄弟以外 从我踏入这一行开始 我就没有想过 我会再换工作 我是把这份工作当成是一个 置业而不是职业 在这份工作里面 在这个领域之中 我从来没去想过说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成功或是成就 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成就就是 心安理的 因为我是长子 那家人对我的期望其实非常高 但是因为我们走偏了 我们人生的路走偏了 那不断的让他们失望 然后又怀着希望又失望 不断的这样轮回 其实到家 那家人到最后其实他们心里面 非常的难过 我一度以为家人可能放弃我了 所以那时候觉得 钱 觉得利益是最重要 为了钱 为了这些利益 你就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事情你都会干得出来 一直到二十几岁 我最后一趟 灌出来已经三十岁了 我在监狱里面 跟很多的重刑犯 我们有一起相处过 这些以前所谓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 称他们为流星 在刀上他们就跟流星一样 大家都认识他们 小时候把他们 视为偶像 后来在监狱里面遇到的时候 就觉得 才了解到其实他们会这样做 也不是他们愿意的 他们也是有很多的无奈 就像人家常讲一句话 人在江湖就身不由己了 那时候跟他们相处 其实让我有蛮多的体悟跟成长 从以前到现在 我也常常自己在想 如果人生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怎么做选择 答案一直都没有变过 就是我还是会选择 做一样的事 走一样的路 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些过往 没有这些经历 或许就不会有今天 过得理所当然 过得心安理得的我 新北市板桥发生了 骇人听闻的情杀分尸案 最近这几年 我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性 跟社会的整个制度 包括司法等等的 我都觉得非常的 不是说失望 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不能理解的是 但是 就为了个口角 你怎么会有办法 有那个东西 去把你曾经喜欢 甚至相爱的人 就这样把他杀了 杀了之后 黄小姐的四块 总共分成十七块 他全身所有 有关节的地方都被卸掉 手腕 手肘 有关节的地方 脚踝 膝盖 全部都卸开 你 我自己 真的没办法去理解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 能做得出来的行为 他真正看到黄小姐遗体的时候 那不只是愤怒 更多的是 心疼 其实他长得 蛮漂亮 看起来活泼 可爱的样子 就是一个 标准的一个 活泼的一个 年轻的女孩子 你看到他被 被分支的 遗体 他的头颅 他的脸 我甚至看到 他的头颅 跟我对抗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你在想什么 你会有更多的一个 不舍跟 跟难解的心情 对 最短克服的 反而是 在 在感性 在情感的层面 因为 做这个工作 我们都要 经常去面对 非常多的 呃 情绪跟 压力 那你这些情绪跟压力 没有适当的去 做 宣泄 或者是说 做移转的话 你不断的累积到最后 其实你的意志会越来越薄弱 而不是越来越强 对 呃 你比如说台南围观的案子 所有的去协助的单位 都有心理的咨询师 治疗师 就我们没有 煮东西给大家吃的这些志工 包括 去到那 去到灾区 志工本身 还有志工在辅导他们 对 就 就我们没有 那些志工 那些 心理的 咨询师 也没办法 来辅导我们 因为我们说的 他们可能 没有办法理解 或者是 我们讲给他听 我们都还没哭 他就先哭了 对 所以 有时候这些我们 我们这些负面情绪跟 跟压力 你不断的累积 我们是要靠自己去 去做转换 对 你必须把这些 呃 负面的情绪 转换成 正面的 正向的 甚至是 把它转换成能够 帮助我们 呃 继续往前迈进的一个 一个动力 对 对 那其实 其实这部分 对我们来讲是很困难的 因为 这些 情绪跟压力 外人 其实 不容易懂 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 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 那时候我在学的时候 在台湾 几乎很少人 在做这种遗体处理 遗体美容的这个 这个部分 那我那时候在学 甚至有同事 跟我说 阿你学的要死喔 是什么做的 就是这个 这个遗体处理的 未来是 不被看好 不被认懂的 但是 偏偏我们的个性 其实也蛮貼实 就是 我希望 我 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就会 不顾一切 我就会投入所有心力 甚至在我过程中 有人跟我说 给你们做可以 但是你可不要来嘛 就是 因为我身上有事情 因为长得也不好看 他也很坦白跟我说 他说不好意思陈先生 因为 我们很多亲戚都是当 老师 当公务员的 我怕他们观感不好 因为你有事情 所以 我爸爸 告别是你可以不要来吗 其实 在那个当下 我们 非常受伤 那个情形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楚 但是 我对这个家属 没有冤恨 没有冤恨 这反而是一个动力 就是 我希望 我希望 我可以 包括我 包括我们所有的 这个领域的工作人员 可以把我们所做的事情 发挥得更极致 做得更好 让家属 让家属 能够更认同我们的专业 而不是我们的形象 每个人的生命 每个人的生长的历程 各位可以仔细回想一下 特别是我们中南部的小孩 特别是我们中南部的小孩 常常都会被下大的 坦白讲 我们都是被下大的 我从小我阿嬤就常跟我说 那天晚上你不能去 哪有鬼 会给你抓去 就是 从小就是被这样的言语给下大的 要不然就是 妈妈 不管是妈妈 爸爸或是阿公阿嬤 带着小朋友出门 远远看到人家 搭棚子 哎呦 跟他扳松鼠 然后赶快走 要不然 如果逼不得已要经过 一定要 把小朋友眼睛遮着 不要看 等下被杀 被冲 冲杀到 就 我就 常觉得 人家那些半生事的人 招谁惹谁 那因为 因为这样的一个 教育 思想行为的教育 错 导致 你看社会上 每一个人都怕鬼 每一个人都怕遗体 每一个人都害怕死亡 我非常清悲那种 他可以 没有遗憾 可以笑着离开的 这些人 我敢说他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他没有病痛 他是因为他没有遗憾 因为他做好准备 对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 活在当下 这句话 可以不要 只是 只是一个slogan 就是 而是真正的 你要把每一个时刻 当成是最后 自己 謹慎的 这个最后的一刻 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会 减少很多遗憾 或者是痛苦 对 最爱的家人 我的 亲爱的老婆 还是 还有我的 爸爸妈妈 或许这辈子 或许这辈子 我都 没有好好地 跟你们 讲过 我很爱你们 这句话 这些年 谢谢你们 一路的支持 跟提亮 让我能够 持续的 坚持的 走到现在 如果说 我这辈子 可以 对于社会 有任何 小小的成就 我觉得这应该都 归功于你们 对我的支持 跟 体谅 最后 我要跟你们说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在这边 每个人都会 一起 我们 把 这边 我们 在这边 做到 我们 做到 我们 之间 做到 我们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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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